尊敬的各位大德,各位菩萨,大家好。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佛说十善夜道经》。 我们昨天一起学习到《永离邪见》这一段。 那昨天我们这一段还没有讲完。 那我们先把这一大段念一遍。 福次龙王,热离邪见,既得成就十功德法,何等为时? 一,得真善意乐,真善等理。 二,身性因果,灵允生命,终不作恶。 三,为归依佛,飞于天等。 四,执行政见,永离一切,吉凶以往。 五,常生人天,不耕恶道。 六,无量福慧,转转争胜。 七,用礼邪道,行与圣道。 八,不起身见,舍住恶业。 九,住无碍见。 十,不堕租难,事为时。 若能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,厚称佛时,恕正一切佛法,成就自在神通。 这一大段呢,世尊为我们开示,用离邪剑,会得到这十种功德法。 那我们昨天谈到,邪剑就是愚痴。 对宇宙人生真相,产生错误的这种见解和看法。 那昨天呢,我们学习了前面三种功德法。 今天呢,我们从第四条开始看起。 那么这第四条呢,是说, 永离邪剑,有执心正见,永离一切,及凶以往。 这条功德。 《仁言经》跟我们讲,若能转悟,这通如来。 众生跟佛,区别在哪里呢? 区别就是在于啊,佛是正知正见, 而众生呢,是邪知邪见。 那,诸位会问了,到底什么见才叫正见? 什么见是邪见呢? 那他邪在哪里呢? 邪啊,根本的邪见,就是忘失了。 这个,我们每个人呢,都有啊,如来的智慧德相。 这一条,也是世尊开悟之后啊, 所讲的第一句话。 啊,世尊苦学十二年了,啊,然后在菩提树下,一切放下,啊,他正果了,啊,成佛了,啊,入佛之见。 啊,入佛之见到底是什么之见呢? 那,世尊第一句话说的,就是佛之佛见。 他讲到,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 啊,众生迷就迷在这一点。 啊,诸佛悟也悟在这一点。 啊,原来我们每个人啊,本来是佛呀。 啊,这个一切万法,都是为心所现,为时所变。 啊,这个心,也就是自信,也就是佛心。 啊,换句话说,一切万法,那都是我,啊,这跟我是一体。 啊,这是正直正见的,啊,所以,我们只要转变心态,转变念头,就能够转变环境。 这就是能言所说的,若能转悟,这同如来。 为什么呢? 你找到了物的本源了,那,那就是同自信。 啊,所以当我们真正啊,不要说误入这个佛之佛见了, 哪怕是对这个之见啊,产生这个深厚的信心, 那么,就能够永离一切极凶以往。 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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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能有执心,正见。 这个执心呢,就是正直的心,啊,啊,在大乘旨,起心论里面呢, 把执心,把执心称作是菩提心的体。 在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呢, 他讲,菩提心的体是至诚心。 换句话说,执心就是至诚心。 真正永离邪见的人, 他至诚心现前了。 什么叫至诚心呢? 啊,用曾国藩先生的比喻说, 叫一念不生, 视为成。 所以至诚心, 就是一念不生的时候。 这个一念不生,啊, 大家不要想着说, 我什么念头都没有了, 那什么都没有,念头都没有, 那叫无名。 你跟那个石头有什么要区别呢? 啊, 石头就是一念不生,啊, 这个一念不生不是说什么念头都没有, 而是说有一念, 这叫第一念。 有这个第一念呢, 下面不生了, 就是不生第二念了, 永远呢, 活在第一念当中, 而不生第二念第三念, 这叫做一念, 啊, 再加上不生。 这是知性的, 这是菩提心, 啊, 永远是活在觉悟当中, 啊, 那是, 那么他, 对于世间人所说的, 极凶祸福啊, 啊, 他明明白白, 清清楚楚, 啊, 他不会有疑惑, 啊, 他永离一切极凶欲望, 为什么呢? 他明了, 啊, 世间一切都是因果, 嘛, 造善因就得善报, 啊, 造恶因就得恶报, 所以呢, 他的极凶祸福, 他明明白白, 啊, 没有任何的疑惑, 啊, 所以真正深信因果的人, 这也是证件, 啊, 有这个证件, 还要不要去算命, 还要不要去, 啊, 预捕极凶祸福呢? 不需要了, 为什么呢? 这一切都是因果注定的, 啊, 如果你要想改变未来, 很简单, 从现在开始, 断恶修善即可, 啊, 所以造善史, 怎么会不得善报呢? 啊, 所以我去年, 啊, 决定要辞去大学教授的工作, 当时我父亲还很不理解, 那他不理解是因为呢, 别人看, 哎呀, 这样的一种成就呢, 年轻人, 三十多岁, 这是很不容易得到的, 怎么这么容易就舍下呢? 他不舍得, 那你走这条圣贤教育之路, 这是, 啊, 这个疾雄未卜啊, 啊, 他有点, 啊, 这个害怕, 啊, 担心, 这老人家心, 啊, 我们能理解, 啊, 但是我就开导他, 那, 我们走圣贤教育之路, 啊, 这是走啊, 至善之道, 啊, 为了觉悟众生, 啊, 走这条路啊, 真的是至善, 止于至善的, 不单止自己成就自己, 啊, 通过讲学, 教人家, 就是教自己, 啊, 这个老师自己, 在讲台上, 是得到最大的受用的, 啊, 那么另外呢,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, 啊, 这一辈子干的多好啊, 释迦牟尼佛干的就是这个行业, 啊, 孔子干的也是这个行业, 我们师父上人干的也是这个行业, 他们用一生来给我们证明了, 走这条路是大吉, 啊, 所以根本不要有疑惑, 那后来呢, 因为他也学佛, 啊, 他也都慢慢能明白, 啊, 我们知道我们的前途啊, 一片光明, 永离一切啊, 吉凶的以往, 啊, 不怀疑, 第五个功德法, 是讲常圣人天, 不更恶道, 真正离开邪剑了, 就不会造作恶业, 不造作恶业, 将来不会多恶道, 他会断恶修缮的, 将来在人天道手上, 所以这个都是自自然然的, 因果, 这个循环嘛, 这个报应啊, 丝毫不少, 我们对这个一点疑惑都没有, 所以知道, 现在断恶修缮, 肯定不会多恶道, 啊, 所以心里踏实, 前途啊, 是光明的, 啊, 明天会更好, 第六, 无, 无量辅惠, 转转生生, 那么这一条呢是, 啊, 讲的, 这个, 永离邪剑啊, 能够断恶修缮, 他的福啊, 能够现成, 因为善感应的是福, 那么福, 这个增长了, 智慧也生长, 啊, 焰义所说的福至心灵嘛, 啊, 他的心呢, 就能够啊, 啊, 非常的灵敏, 啊, 能够洞察世间的因缘果报, 啊, 性向势力, 他能明明白白, 所以这个福慧啊, 啊, 双征, 啊, 而且呢, 越征啊, 越多, 在无量寿经里面, 啊, 结果我们讲到, 啊, 这个善恶报应, 祸福相成, 啊, 这个你做善就得福, 做恶就得祸, 生自当之, 无谁带着, 自己都是自作制寿嘛, 那么, 我们不断地修善的, 就是基辅, 啊, 转转正圣, 越来越多, 那么, 那么第七条, 涌离邪道, 行云圣道, 那么这一条是讲, 这个起心动念, 都是正念, 啊, 不起邪恋, 不起邪恋, 不起邪恋呢, 就永离邪道了, 那什么是圣道呢, 圣道最基本的, 就是, 实善业道, 啊, 他所行的, 与实善业相应, 这是觉悟的人, 啊, 觉悟的人, 他所行的, 与自信相应, 啊, 所以呢, 自然能够行, 实善业道, 实善业道是信德, 凡夫呢, 起心动念, 自私自利, 啊, 求明文利, 啊, 这是邪道, 这个与圣道相违背, 第八, 不起身鉴, 舍住恶业, 六道凡夫啊, 之所以, 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龙转, 受苦受难, 最根本的一条, 啊, 就是对身体的支柱, 那他认为, 这个色身就是我, 啊, 这叫身鉴, 这种鉴解是错误, 啊, 这个身体, 不是真我, 啊, 他只能说这是我所有的, 好像一件衣服一样, 哎, 你穿在身上, 那是你的, 等他穿旧了, 就要把他脱下来, 扔掉了, 不要了, 啊, 人的身体不也是一样吗, 啊, 你, 你用这个身体, 用了几十年, 啊, 穿旧了, 穿烂了, 不是要把他扔掉吗, 那, 所以那哪是你的呢, 啊, 那更不是你啊, 所以这个身鉴, 啊, 这种错误的鉴解, 这种邪鉴, 啊, 导致我们呢, 为了这个身, 满足身体的欲望, 啊, 为了身体的这个享受, 造作恶业, 辛苦啊, 这是愚痴, 那么如果明了, 知道身不是我, 那我是什么呢, 我是虚空法界, 自信才是真我, 自信所献的一切法, 那是真我, 那所以我在哪里呢, 这个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我, 不单只是友情众生, 动物, 人, 这个六道众生是我, 哪怕是无情众生, 植物, 矿物, 都是我呀, 啊, 那都是我的一部分, 所以真的是跟众生啊, 融为一体, 这个身呢, 他不会执着, 这叫不起身见, 那不起身见呢, 当然, 他就不会为这个身呢, 去造作恶业了, 他能放下自私自利, 那么不造作恶业, 自然就不会得恶果, 那么, 第九, 诸无碍见, 这个, 见就是见解, 无碍见呢, 他对于宇宙人生真相通达无碍了, 他完全明了了, 他进入了华音, 这个清凉大师在华音书超里所说的, 这四种无碍法界, 所谓理无碍, 事无碍, 理事无碍, 事事无碍, 这在理上讲, 他无碍, 那我们一般还能理解, 这个一切众生都是我, 这个一切法界都是自行变现的, 在理上能讲得通, 所以理上无碍, 那事上也无碍, 你看他真的是活得潇洒自在, 到处走, 到处见什么人, 说什么话都无碍, 那理与事无碍, 事事都无碍, 他是进入了这四无碍法界, 为什么无碍呢? 因为他放下了妄想分别之作, 这个妄想分别之作, 就是障碍, 这个是我们师父上人常常用的这个比喻, 说这三片东西, 红色的代表执着, 蓝色的代表分别, 黄色的代表妄想, 这三种就是你的障碍, 障碍什么呢? 障碍你的自信, 比如说我们眼睛好比自信, 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万法, 就好比是法相, 法相是自信所限, 法相与自信是一体, 但是你中间隔着障碍住了, 你这么障碍住了, 看得模模糊糊, 有障碍了, 所以就让你放下, 把你放下执着, 放下了, 你看清楚一点, 再放下分别, 又清楚很多了, 这都是妄想, 妄想是什么呢? 最后的障碍, 要把它全部放下, 然后一看呢, 真的哪有什么障碍, 我们本来都是佛, 一切众生都本来是佛, 之所以现在我们的佛的受用写不出来, 就是这种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, 而妄想分别执着, 它真正有没有障碍, 也障不了你, 它真正没有障碍眼睛, 也没有真正障碍那个眼睛外面的境界, 境界没有扭曲, 眼睛也好好的, 它根本没障碍, 你只要一放下, 放下了以后一看, 真的本来就没障碍, 世事无碍, 那么从哪里来修呢? 想要得到这种无障碍的罚戒, 要从修实善业开始修, 为什么呢? 因为实善业与性德相应, 它是帮助我们去除这个障碍的, 所以你看, 从凡夫地到如来果地, 都是要修实善, 那么挣得了如来果地了, 一切无碍法戒也剩下了, 也就是实善业道圆满了, 那么第十种功德法呢, 是不堕诛难, 那么这个诛难呢,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天灾人祸, 这是灾难, 这灾难怎么产生的呢? 归根到结底啊, 就是人的恶业遭感的, 那么你要是断恶修善, 你修实善业, 你就不会遭感这个灾难, 所以你不堕诛难, 那么我们生到这个世间, 看着世间灾难重重啊, 天灾人祸, 真不少, 还有一些可怕的预言, 还有科学家的预测, 好像真的世界末日啊, 都不远了, 那这些诛难, 是地球上的众生贡业所干, 那我们在这个世间, 会不会一起遭受灾难呢? 当然, 如果大家不能改变这个恶业, 灾难是无法避免的, 那我在这个世间, 会不会多逐难呢? 如果我修实善, 我有我的别业, 我也不多逐难, 那我要求生净土, 在这个大劫难当中, 我能够安详往生, 所以一切的灾难, 与我不干呢? 所以, 诛难是众生有这个诛难, 我自己呢, 不度诛难, 这都是修善业照感, 那么最后呢, 所修的善业, 一定要回向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, 所以若能回向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者, 这是佛, 殷切希望我们, 不厌其烦的, 来鼓励我们, 要把我们的善业功德, 回向菩提, 不要求世间果报, 那么回向菩提的话呢, 厚称佛实, 肃正一切佛法, 成就自在神通, 就能够啊, 这个一切的佛法, 佛就是觉悟的意思, 那么觉悟有等级, 第一个等级叫正觉, 正觉所得的果位是小胜阿罗汉果, 然后是正等正觉, 这是菩萨所正的果位, 那么最高的位次呢, 是无上正等正觉, 这是这个佛, 圆满成佛的果位, 那么你三宗果位啊, 都能够肃正, 很迅速的得到, 那么成就呢, 自在神通, 你这个如来果地的那种神通妙用啊, 那种自在啊, 你统统能够得到, 这都是啊, 用离邪见呢, 所得到殊胜功德, 当然, 这成了佛之后呢, 一定啊, 也会教化一些众生, 那么从哪里交起呢, 还是从十善业道交起, 所以十善业道, 是成就一切佛法的根本的, 是诸佛的教学的入门课程, 那么这以上呢, 就把这个十善业道啊, 我们这个讲解了一遍, 当然我们时间的关系, 每一条啊, 其实内容是非常丰富, 涵盖的面是很广的, 我们也只能是点到极致, 要是详细说明啊, 那是要很长时间, 那么我们要知道呢, 修诗善业道啊, 是这个我们学习佛法, 这最根本的下手处, 也是我们往生净土的, 净业正业, 那么不仅是我们凡夫啊, 要修学十善业道, 那么哪怕是菩萨, 他也在修习十善业道, 所以底下这一段, 是讲的菩萨修六度, 所谓不失, 持戒, 忍辱, 精进, 禅定, 智慧啊, 这六度啊, 也是不离十善业道, 那我们来看经文, 二十世尊, 福告龙王言, 若有菩萨, 依此善愿, 欲修道时, 能理杀害, 而行失故, 偿赴财宝, 无能倾夺, 长寿无妖, 不为一切, 怨贼损害, 那么这一段经文, 从布施开始讲起, 底下会讲忍辱, 一直到最后, 智慧, 这菩萨的六度, 这是菩萨行闻, 福给我们开示, 这菩萨的行闻, 乃至后面所说的, 四无量心, 四色法, 三十七道品, 只贯, 方便, 种种的法门, 都离不开, 十善业道, 所以十善业道是基础, 那么先讲这个布施, 这是世尊继续叫着龙王, 龙王是本经的当机者, 那么他也是菩萨, 就是如果有菩萨, 依此十善业, 能够修道, 修什么道呢? 就是修菩提道, 那么具体, 落实呢, 是六度, 而六度呢, 又以十善业为基础, 所以说, 若有菩萨, 依此善业, 于修道时, 能离杀害而行事故, 就是离开杀生, 而是布施, 这偿赋财宝, 无能倾斗, 那么他的财宝, 受用居住, 能够长寿无妖, 他身体健康长寿, 不会夭折, 那么也不会被一切的冤金在主, 那个我们说五种啊, 这个王贼水火非爱子, 被这些来损害, 所以呢, 布施啊, 一定要离杀害, 不能以杀害啊, 为业, 这样子去求布施啊, 那以杀害来挣得的钱来布施, 这里面不善的, 那你就不可能得到啊, 这里讲的偿赋财宝, 无能倾夺啊, 这些果报, 那跟大家讲一个例子, 就是在中国大陆前些年, 在这个一家地方的医院呢, 有一位这个病人, 外科病人, 他是上半生, 这个大面积严重烫伤, 那么疑问之下呢, 原来这个人呢, 他是以宰牛为业的, 每天呢就杀牛, 然后把这个牛肉啊, 整头牛啊, 就把它放到了一个大锅里面煮, 煮好了之后啊, 去卖, 那么有一天呢, 他宰这个牛, 在这个大锅旁边, 那水让他沸腾, 结果呢, 鬼使神差的, 他就一头就栽到了大锅里面, 他自己糊里糊涂的, 然后呢, 他一下子被烫到了嘛, 马上就惊醒, 就回来了, 站起来之后呢, 又没多久, 自己又是好像, 这个, 这个糊里糊涂的, 又爬到了这个锅里面去, 结果呢, 大面积烧伤, 整个上半生, 就被煮了, 你看, 他以煮牛肉, 宰牛煮牛肉为生啊, 结果自己反而被煮了, 这个因果多么明显啊, 那么他住了院, 住院以后呢, 那个二十天就花了五万多块钱医药费, 你看, 在牛所挣的钱, 都得花光, 他就不能够偿付财宝了, 他就被这些, 就也不能够偿受无邀了, 那么确实他有冤情在手啊, 那些牛, 被宰杀的牛的魂呢, 把他推到锅里的, 所以他被怨这一损害啊, 所以啊, 杀生一定要容易, 不能啊, 这个, 所以杀生, 哪怕是你杀了生, 赚了的钱那去布施, 这对你来说都没有益处, 因为杀生的业不能用布施啊, 所修的这种斧啊, 去抵消, 因果啊, 是差不了的, 你杀生就得受杀生的果报, 你布施呢, 将来会有布施的福报, 那看你哪个业重, 哪个业就现钱, 你看这个我们知道有一段历史的, 这个案例, 在清朝末年, 有一位官员, 当时呢, 这个他, 朝廷啊, 派他去赠灾, 一个地方闹这个灾荒, 那鸡民呢, 没有东西吃, 所以他能拿很多那些国库的银两去赠灾, 结果没想到这个人呢, 汤彰王法, 他把这个赠灾的钱呢, 据为己有了, 谎报朝廷说已经赠灾, 结果呢, 没有赠灾, 让鸡民呢, 很多都饿死了, 造了这个众业, 等到他晚年了, 这都是民国了, 到了民国的时候呢, 他晚年他自己忏悔, 觉得自己做了不对, 回到自己家乡呢, 隐姓埋名, 做很多善事了, 真的是修桥补路啊, 摘生皆种啊, 所有的善事没有不办的, 同乡里都说这个人是大好人的, 非常赞叹他, 可是有一天呢, 他却蝉死, 在床上吐血而死, 他太太很惊讶, 怎么这么善人都没有好死, 结果就请那些妇身呢, 能够遭鬼的那些人呢, 来做附身, 来问, 说他先生去哪里了, 结果一问呢, 原来他先生堕了地狱里, 受极大苦, 他太太不明白, 这么样的好人, 为什么会堕地狱啊, 他不失你看, 一乡的人都说他好, 那因为是他欠了很多命债, 这些鸡民死了的, 去阎罗王那里告状, 所以阎罗王把他的魂给勾到地狱里去, 所以他因为杀生害命, 哪怕你后来布施啊, 都免不了, 这个罪报, 为什么呢, 这个杀也太重了, 他得不到长寿无邀啊, 他被怨贼损害, 所以修善, 布施, 要懂得, 要用清净的财宝布施, 那么下面这是讲布与取, 就是离偷盗来行布施, 离不与取而行施故, 偿妇财宝无能倾夺, 罪胜无比, 戏能背己诸佛法杖, 这个布与取就是指偷盗, 所以十三页里面讲第二条, 那菩萨修布施波罗蜜, 要懂得持不偷盗的结, 不能够这边偷盗那边还布施, 那像什么话呢, 你看林则徐先生, 这是清朝末年的一位忠臣, 他讲过实无益, 说忘取人才, 布施无益, 这实无益中的一条, 所以你要布施, 如果拿那些不敬财去布施, 什么叫布敬财呢, 偷来的, 到来的, 用这些去布施, 有什么益处啊, 那毫无功德可言, 真正是自己, 用血汗赠来的钱, 拿去诚心诚意的布施, 布施三宝, 这个布施穷苦, 这才有功德, 要不然, 这用不敬财, 那是有, 修的是有漏, 还不能说福报, 那个福聚不起来, 因为什么, 这个容器漏的, 你这边偷盗, 就漏出去了, 那边拼命装, 你布施装这个福进来, 那边就漏出去, 他聚不了福, 所以要理不于取而行尸固, 才能偿付财宝, 无能情夺, 那个你的财富, 你的果报, 才是真实的, 那么罪胜无比, 戏能背己诸佛发账, 这是罪胜无比诗讲, 一个人能够修布施, 布施含有三种, 财布施, 法布施, 无谓布施, 那菩萨呢, 三种布施去修, 而且还持戒, 那么持戒呢, 他修的是无漏, 漏就是烦恼, 他没有这种偷盗, 就没有这种烦恼, 所以无漏的福报, 是罪胜无比, 它是与自信相应, 那么所以能够戏能背己诸佛法账, 诸佛法账, 人人本具, 这个账就是宝藏,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宝藏, 那就是诸佛宝藏, 那你要把它开启出来, 用什么开启呢? 最根本的就是讲的布施持戒, 布施是让我们放下, 持戒呢, 我们才能修无漏的福报, 所以佛为什么这么重视戒律, 佛灭度的时候, 告诉阿弹尊者, 要以戒为师, 这持戒能够帮助我们开启法账的这个珍宝, 不单止你能够开启法账, 你还能够背己, 你统统能够具足, 怎么样具足呢? 挣得自信, 挣得自信以后, 确实你能够背己法账, 就是所有的珍宝, 自驾, 自信财宝, 全部献钱, 那么下面是讲, 离非凡行来修布施的, 请看经文, 离非凡行, 而行失故, 藏妇财宝, 无能倾夺, 其家直顺, 母及妻子, 无有能以欲心逝者, 这是讲, 借邪淫, 这个非凡行, 就是指邪淫, 能够勇离邪淫, 而能够去修布施, 这也是持戒, 修布施, 那么布施就能得财宝, 这个布施财得财宝, 布施法就得有法宝, 布施无畏就是健康长寿的宝, 这些宝是无能倾夺, 你能偿付财宝, 无能倾夺, 为什么不能被倾夺呢? 因为这是自信中的财宝, 它夺不了的, 那么它的果报呢, 除了你有这个财宝, 那还有齐家之顺, 那就是家庭和顺, 美满幸福, 那么家庭, 你看现在很多家庭不和顺, 男不中良, 女不柔顺, 为什么呢? 很大的原因就是这条, 这有邪淫, 这男女某方有外遇, 这家庭不能和顺, 所以哪怕你是修福, 假如你的戒性不清净, 那你真实的果报都得不到, 你修的福报呢, 这个是到哪里去想呢? 将来是到三个道里去想, 破了戒的将来, 五戒没有, 那就是人生得不到, 没有人生, 你能修布施, 你有福, 那个福在哪想呢? 在三个道, 那我们别说其他的, 就看动物, 那是畜生道, 动物里头很多很有福报的, 你看香港, 很多人满地拉着那只宠物, 那小狗, 也很可爱啊,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 这个也很精神, 那主人对他是百倍家户, 这个真是千金宝贝啊, 有福报, 那大家觉得这样去想福值不值得呢? 那种就是什么呢? 前生修布施, 但是呢, 没有离开呀, 这些恶业, 所以敢得啊, 三恶道的福报, 你看冤不冤枉, 所以真正觉悟的, 觉悟的人就是菩萨, 菩萨绝对不干这种傻事, 所以啊, 他一定是离开这个恶业, 这了凡事序里面, 你看都讲, 为论行善呢, 先需改过, 这个如果还有恶业, 你去造的那个善, 那叫有漏的福报, 那很不圆满, 所以这条利益非凡行呢, 这样来布施, 能够得到加盟和顺, 那么母及妻子啊, 无有能以欲信使者, 这是自己的母亲, 自己的太太, 女儿, 在外面呢, 都受人的敬爱, 不会呢, 遭到啊, 侮辱, 人家见到呢, 连邪念都不声, 这原因是什么呢, 因为我自己啊, 对人家的女孩子, 我没有邪念, 这是因果报应啊, 真是善恶之报, 如影随形, 儒家里面教导我们, 己所不欲, 勿施于人, 我想不想自己家里的太太, 女儿, 在外面受人侮辱呢, 我们不想啊, 不想我们就不能够对人家起这个邪念, 要修好的因, 才能有好的果, 不单只看到这些女子啊, 不能起邪念, 即使是看到那些广告牌, 那些画面, 我们都不动邪念, 保持心地庄严, 正直光明, 这样呢, 自己能够得自在受荣, 那些常常写邪念的人呢, 积累了多了, 这个恶报回现前, 所以你看《无量寿经》里面就讲到, 说不良之人, 身性不正, 常怀邪恶, 常念淫欲, 反满胸中, 邪态外溢, 费损家财, 视为非法, 这费损家财, 就不能够啊, 偿付财宝啊, 所以离开这些淫欲心, 来修布施, 才能够积累财富, 那么有淫欲式的, 那一定是败家的, 所以自己希望得到真正的福报, 也希望自己家人, 不受侵害, 得到平安, 那么自己呢, 要修好因, 全是你自己的念头啊, 决定的, 那么下面一条呢, 是讲离这个狂语, 妄语, 来修布施的, 离虚狂语, 而行尸固, 偿付财宝, 无能倾夺, 离众毁谤, 奢侈正法, 如其誓愿, 所作弊果, 那么这一条呢, 是讲菩萨呀, 这个修布施, 也建立在, 这个时尚业基础上, 特别是, 没有啊, 妄语, 为什么人会有妄语呢, 因为他会有妄心, 有妄心的人呢, 才会打妄语, 所以啊, 如果待人处事皆悟, 我念念都真诚, 自然呢, 就离虚狂语, 那么, 做事真诚, 我来做好事, 行尸, 就是做好事, 那么怎么样呢, 我自己啊, 也能偿妇财宝, 无能轻夺, 那么这一条, 是所有, 这里所讲的十条都有的, 为什么呢, 不失就感应有财富, 但是呢, 要想真正啊, 有这种财富, 又要能够离众毁霸, 你看很多人有钱呢, 他偿付财宝啊, 但是呢, 毁霸他的人很多, 所以这个因是什么呢, 他前生修不识, 所以他这一生呢, 感的大富, 但是呢, 前生呢, 他没有离虚狂语, 他有讲这个不真诚的话, 欺骗人, 所以呢, 这一生呢, 感得众人的毁霸, 这种真是, 你修什么因就得什么果, 一丝毫的错不了, 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啊, 真正啊, 得圆满的果报, 真的要离一切恶业, 那么学佛的人, 特别是发心弘法的人, 这是要修法不失啊, 供养众生佛法啊, 那么你要懂得利益虚狂语, 虚狂语不是说在讲课的时候, 不能讲欺骗人的话, 那当然是要这样, 哪怕是平时, 日常生活当中, 都要注意啊, 不能讲欺骗人的话, 这种诚实的心态, 对一切众生, 那你能够摄持正法, 摄就是摄受, 持就是保持, 所以你对古圣先贤的教诲, 对佛菩萨的教诲, 你能够摄受, 你能保持, 而没有人毁谤, 你看这个近代的高僧大德里面, 这近一百年来, 只有印光大师, 他没有人毁谤, 其他你看大德都有毁谤, 不要说大德, 就是哪怕佛, 你看都有人毁谤, 现在毁谤佛的也不少, 那么都是因地上, 因为没有永离妄语, 你看印光大师, 他一定是生生世世不妄语, 所以他能够离众毁谤,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位大德, 当然, 过去生中所造的恶业, 现在没办法改变, 那我们不要认为说, 别人毁谤我, 我就不修法布施, 法供养了, 这样心态也不对, 我们现在学佛了, 应该上报佛恩, 下祭众生, 要发出这个怨心, 虽然过去修的因可能不圆满, 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推动佛陀教育, 光产大教, 那么哪怕是人毁谤我, 陷害我, 我都不改变了, 我这种志愿, 这样子的话, 如其所愿, 所作必苦,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, 我也能说是我离了毁谤, 为什么, 我心里不受这个毁谤, 毁谤对我不起作用, 我一样能够为佛法, 为众生做事情, 不有缘人, 什么是有缘人呢, 他能听我的就是有缘人, 那不听我的, 那就罢了, 他只要能听我的, 我一定诚心诚意跟他讲, 这是我的誓愿, 所作必苦, 这个愿望一定能够成就, 那么现在时间到了, 我们先休息五分钟, 谢谢大家。